早前財議公布財政預算案,宣布計劃向合資格港人每人派發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不只記得當時社會上議論紛紛,有人嫌太少,尤其如果分五期,每期派一千元,在香港可以買到什麼呢? 有人嫌太麻煩,限制多,最少一次過派現金,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人人派一萬元 有些港人仍然諸多不滿,那如果英國政府給港人豪派4.6億,又好不好呢? 英國政客繼早前向港人推出BNO5加1移民申請之後,日前又宣布撥款約4.6億港元 推出所謂BNO公民融入社區計劃,聲稱要協助BNO簽證持有人 在英國獲得住屋、就業和家屋支援,例如包括設立12個網上接待中心 提供生活諮詢和協助就業,資助而英港人接受英語課程和住屋津貼等等 就眼看,英國政府一出手就一億聲,是不是很慷慨? 這個公書教學支援就業套餐,是不是很吸引?等等,這條數大家不能只看表面 不如先假設,如果移英港人的數量,每年數以十萬計 當中一半人,即約五萬人,申請支援 那麼4.6億,每人能夠分到多少?答案是不足一萬元 那好了,拋開假設,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根據英國政府自己的估算,未來五年累計約有25萬至32萬名的BNO持有人申請簽證 不借打個對折,假如其中一半人,即約16萬人申請支援,每人又分到多少呢? 答案是不足三千元,不要忘記,就算你成功申請到這筆資助、津貼 也不是想買什麼就買什麼,造屋,學英文,嚴格來說,等於有回饋給英國的社會 在香港,人人派五千元,有些人還嚴三嚴四 如今對比英國的福利,會不會醒覺原來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所謂長篇難顧,先不要說這幾千元在英國可以買到什麼 如今英國政客豪集億金吸引港人,是不是真的無論來多少人都照單傳收,通通支援? 再者,現屆英國政府支持BNO港人,若然三五年後換了政府 還會不會延續前朝政策呢?不者相當懷疑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英國政府拿出這筆錢,支援港人居住也好,就業就學也好 又有沒有實際的措施,解決當地針對華裔的歧視問題呢? 大家不是不知道,英國人其實向來對港人都有意見 如今當地經濟差,如果有港人,賣車賣樓 去為英國作貢獻,或者受歡迎 但若論移民英國,還是要去分博當地的資源福利 大家猜猜,英國人會有什麼感想? 會不會因此對當地的港人,以至華裔,產生更深的避忌,甚至憎恨的心理? 所以,不者要勸大家一句,凡是不要單看表面 有媒體特意報大事件,有從英人士感恩替靈 但其實只要上深一層,就會發覺,英國政府的豪爽 可能只是杯水車身,實際效果未必重要,政治姿態才是最重要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